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是Neil 嘿 guys, I'm Ellen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有意思 叫做白宫管家 Cesar Gaines served 8th president during his tenure as a butler at the white house 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Cesar Gaines 他服侍了8位美国总统 或者说经历了8位美国总统 在他的任期内 他是一位butler butler是管家的意思 at the white house在哪里 我们非常熟悉的white house白宫里面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这是经历了民权的运动 Vietnam 以及这里讲的其实不是越南 讲的是越战 对不对 是的 and other major events affect this man's life family and American society 就是说一系列影响到他个人 他的家庭 以及美国社会的一些事件 对,美国社会的变迁 他都经历了 是的,电影是根据白宫前首席管家 尤金艾伦的真人世纪改编 艾伦是一位黑人管家 电影也贯穿了种族矛盾在里面 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段 电影里面的台词 带你来看看这部有意思的片子 场景一 面试白宫管家 Are you political, Mr. Games? No, sir Good, we have no tolerance for politics at the white house 对,就问这个盖恩斯啊 你有没有所谓的叫做政治倾向 嗯,他说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说,哎,太好了 我们这里在白宫不需要有这个政治倾向的人 我们都是懂政治的 不需要你们懂了 对,对,对 这样子比较安全,对不对 在这个里面啊 有一个词很不错 叫做political 政治的,党派的 还有一个词 tolerance 容忍 这个宽容 对的 这两个词非常不错啊 political tolerance 场景二 入职 I'm Caesar Games I'm the new butler You hear nothing You see nothing You only save 好,我是Caesar Games 我是这里的新管家 你什么都听不到 你什么都看不到 你只提供福 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又出现这个词 很不错 Botler Botler 怎么拼的 拼一次好不好 B-U-T-L-E-R 非常棒啊 B-U-T-L-E-R 男管家的意思 它是一个名词 你记住了吗 好,场景三 管家也是一个需要保密的工作 这个的片段就是啊 这个管家 他刚到白宫里面去工作 就有一帮好朋友来家里面玩 然后就问他的老婆说 哎呀,白宫里面有什么八卦呀 于是他老婆说了下面这句话 I want to hear all the stories I don't know how many stories you're going to hear because they don't swear him to some kind of secret code 而我其实也想知道所有的故事 但是呢 我不知道你们将会知道我知道多少故事 因为我老公他们曾经宣誓 他们签了一些保密协议 在这里呢 swear呢 是宣誓的意思 他是swear 这个词叫做swear什么 他是发誓宣誓 他是他的原型 swear呢 是他的现在分词形式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他的down的形式 是就做过了这个事情 是的 secret code呢 是保密协议的意思 对 在这个句子里面 请大家一定要学到 或者说记住 感知到 这么两个词 场景四 我们来带你看一个 种族问题的这么一个写照 是这样子的 Did you go to an all-colored school? Seso I didn't go to school, Mr. President I grew up on a cotton farm 对 他就 总统就问这个管家 你有没有去过 这个不分肤色的 这个学校啊 你有没有在那里上学 对不对 他说 我从来没有上过学 总统先生 我是在一个棉花农场里 长大的 是的 本来总统还想关心一下 这个 有没有去过 没有这个区别的 这个学校啊 白人黑人能够在一起啊 可能想了解一些信息 是吧 他是怎么去看这些问题的 但是很不幸 他没有上过学 连学都没上过 更不要谈什么 所谓的种族问题 其实他的这个经历啊 非常的丰富 或者说 对常人来说 是很难去想象的 挺可怜的一孩子 他在特别小的时候 在农场里面 因为我 我也看这个电影嘛 在农场里面 当时他看他母亲 被一个白人农场主 拖到一个 那个 小房间里去强暴了 还听到他母亲那种 痛涉心扉的叫声 他父亲也看到了 然后他父亲呢 在他 在那个 白人农场主出来以后 他父亲就可能 想去 争辩什么东西 然后 当着这个孩子的面 他父亲就被 白人农场主 拿枪抱了头 真的好可怜 是吧 然后他 就从这个时候 就开始哭 然后 但是他又哭得很克制 慢慢的就开始 我觉得人生 会有了一些转变 有一些思考吧 成熟的特别特别早 几岁的时候 就是被迫成熟了 被迫的过早的成熟了 是的 长经五 家庭冲突 好久没回家的孩子 回家吃饭了 本来一家人高高兴兴吃饭了 后面呢 发生了一些 不愉快的这个事情 爸爸有了下面这句台词 Get the hell out of my house 从我家里面滚出去 然后呢 孩子听到以后 就怒上心头 说了一句 非常不客气的话 I'm sorry Mr.Botler I didn't mean to make fun of a hero 对不起 管家先生 我并不敢去嘲笑你这样一位英雄 本来呢 这个妈妈是护着孩子的 怕他爸 他爸打他嘛 然后听到这句 有些恶毒的这个嘲笑以后 他妈 啪 给了他儿子一个重击 锤他儿子身上 有了下面这句话 Everything you are and everything you have is because of the butler 你现在是谁 你拥有的所有 都是因为这个管家爸爸 是他给你带来的 在这里呢 Get the hell out of 什么东西 是从哪儿滚蛋 是 大家经常在美剧啊 电影里面都经常看到这种 然后另外一个 Make fun of 叫做取笑 只是这个对话里面除去 这个场景非常的震撼 但是同时呢 在这里面值得学习的 我相信这两个是一定需要了解的 是 阿兰老师在慢速朗读一遍 Get the hell out of Make fun of 注意这个OF是读of of不是off OFF才是读of 一个是of 一个是of 场景六 多年后 父子一笑 敏恩仇 就这孩子后面也成了一个名权斗士 他在一次这个街头演讲之后啊 就远远的看到了父亲 孩子从远处这样走过来找到父亲 两父子相拥一抱 父亲有下面这句话 You know I never understood what you are really went through You changed my heart 你知道我可能从来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但你改变了我 是的 在这里呢 go through的意思是 参加金兽 是一个很不错的表达方式 在这个原剧里面 他叫做went through 因为他是已经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说是go变成went的一般过去式 好 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啊 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台词呢 可能只是非常小的一丢丢 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我们下次见 我是Alan 我是Neal 拜拜 拜拜